视力保健是国人重视的议题 根据统计全台国小学生与眼科医师的医病比仅0.1% 造成眼科医师业务量大 不仅影响学童眼疾治疗 也带给学生家长等待就义的困扰 去年政府举办第一次验光师人员考试 但验光医师团体却指出 被排除在学童验光服务工作之外 建议教育部将取得医师执照的验光师 纳入视力保健一环 除了进行医疗业务分流 也可强化学童视力的医疗照顾环境 但是十年前我们的近视率 就已经国小就达到六十几% 国中就七十几% 到了高中就八十几% 到了大学就九十几% 到现在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是没有退化 但是就显示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照顾这个环节是不够的 在不动法律目前规范的情况之下 纳入儿童视力保健的一环 让我们儿童的视力保健能够更全面 资源不要浪费 那同时也让家长跟学生 有更亲近式的 更友善式的视力保健的一个环境 目前六到十五岁学童健康检查视力 低于零点九就必须到眼科进行复查 但立委指出部分学童会受到城乡差距 与医疗资源不均问题困扰 要求改变现行规定 对此教育部表示 依照法规学童视力厌光 应于眼科医师指导下才能执行 为何不责回应尊重教育部做法 不过教育部表示 未来希望与眼光师建立明确合作机制 在相关规范下 协助学童视力保健筛检 增加家长及学童对眼光人员的认识 原事情为胡宋乌溜 立法院采访报道